一花以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难就难在交心 你永远不会知道一个人心底对你真实的想法 可能有些人表面上装作一副和你交好的样子 实际上背后却在给你捅刀子 鸣枪一朵,暗箭难封 一个光明正大和你对着干的敌人 永远要比一个笑里藏到的人更让人好提防 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鸣枪还是暗箭 一个人选择针对你,都是出于心底的嫉妒之心 嫉妒使人变得面目猙獰 有句话说,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 但一定会嫉妒比他收入高的乞丐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认知领域都是有限的 只会对自己身边的人予以嫉妒心理 当看到身边的人收入比自己高 生活得比自己好 就会激发出内心阴暗的一面 嫉妒有心有重 一般情况下,轻微的嫉妒心会督促人进步 逼迫自己发奋图强 成为可以和对方并肩起行的人 人人都有向好向上的心理 身边有一个比自己强的人 可以带领自己不断地向前 这也是一种正面激励 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被嫉妒之心蒙蔽了头脑 那么就很容易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 甚至有可能会伤害到你 如果身边有人疯狂地嫉妒你 会有的表现 遇到这样的人要当心 因为他迟早会适应没定时炸弹 一,处处针对你 给你使绊子 如果你发现身边有人总是处处针对你 那么你不必纳闷 不必自我怀疑 不是因为你不好 而是因为你太优秀 惹人嫉妒了 一个默默无闻 被丢到人群中都不会惹人 注意到的人 一般来说好事轮不到 但是与此同时 别人也不会和他针锋相对 因为他对于自己并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不会抢走风光 也不会和自己有利益纷争 都说像打出头鸟 一个人若是过于优秀 出处出尽风头 那么很容易遭人嫉恨 这时候 你会发现 总有人会针对你 处处都会和你针锋相对 和你使绊子 甚至还会采用一些灰色手段来压倒你 电视剧《星辰大海》里面的温馨和简爱是同学 从小到大彼此知根知地 一直以来简爱都太过于优秀 出尽了风头 导致温馨在一旁黯淡无光 而且温馨喜欢的男生 也对简爱颇有好感 这就引发了温馨心里强烈的嫉妒之心 当两个人进入到一个公司之后 温馨便到处刁难他 给他使绊子 当两个人成为竞争对手 温馨用简爱 伪造文凭这件事威胁他退出 因为不自信 便想用这种方式赢过他 嫉妒让温馨完全失去了理智 最后做出了伤人不利己的事情 反倒害了自己 那些故意针对你的人 八成都是因为嫉妒你 当他暴露出私信之后 你就要多加提防 防着对方 以免中了他们的计策 二 强你喜欢的东西 不同的人面对难以抑制的嫉妒之心 会采用不同的方式 有人光明正大于你为敌 有人表面上装好人 背后重伤你 给你屎半子 而有人则会模仿你 他可能会从上而下模仿你 包括自己的外在 说话的语气 带人揭物的方式 会对自己从上而下进行一番包装 这样的人 不免有些东施笑评的味道 最后只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丑陋 连最基本的自我都丢失了 这还仅仅只是小菜一碟 甚至他们会出于嫉妒 喜欢你喜欢的 故意抢你喜欢的东西 只要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就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一心想要取而代之 不仅仅是工作上 甚至是你喜欢的人 也会想方设法拆散你们 破坏你们的感情 想要取而代之 这样的人已经完全被嫉妒 蒙蔽了双眼 搞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 最后把自己活成了你的盗版 可以说是非常悲哀了 如果有些东西是可以被轻易抢走的 那么说明这些东西本就不属于 不必耿耿于怀 面对自己费尽心力想要得到的 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更优秀 才能够把那些嫉妒你的人 远远地甩在身后 三 恶意诋毁你 传播对你不利的理论 我们在生活当中 总会遭遇一些人的闲言碎语 总会活在他人的议论当中 有一句话说得好 谁人背后无人说 谁人背后不说人 有时候一些人议论你 可能就是单纯的就事论事 并无任何的恶意 有些人是因为生活过于无聊 于是喜欢去议论他人的生活 以聚众 谈论 作为自己差异饭后的乐趣 这样的人虽然也挺烦人 可是不至于会激发出心底的厌恶之情 也不会对你造成困扰 但是有些人却会因为心底强烈的嫉妒之心 去恶意重伤你 诋毁你 传播对你不利的言论 这样的人无疑已经对你造成了伤害 电视剧《小敏家》里面 李平出于对小敏的嫉妒心理 生活当中处处模仿他 意识到自己没办法替代他 永远都被他踩在脚下 便到处散布他的闲言碎语 便一些不实的打油尸 给小敏身上泼脏水 用不当的言论重伤他 诋毁他 导致所有人都对他指指点点 给小敏的心头留下了很深的阴霾 那些恶意诋毁你的人 其实多是处于嫉妒心理 因为超越不了你 所以便用言语来伤害你 以此得到内心的欢愉 遇到这样的人 你越软弱 越会换来他们的得存进士 那么面对侮辱你 诋毁你 应该怎么做 树大招风 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同样的理 越是成功的人 背后就越是容易被人议论 招致一些恶语 也是稀从平常的事情 谣言止于智者 那些难以被证实的谣言和谐言碎语 就任由他们去吧 毕竟一张嘴 又怎么能和千万张嘴争辩呢 真正成熟的人 会清楚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实现梦想的过程难免有阻碍 但我们不能被这些风言风语 和侮辱 诋毁所下退 要永远记住那些 杀不死你的 将会使你变得更强 如果一切都顺风顺水 你得到的都是赞扬 那又怎能保持谦逊谦卑 明白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竟然不断地学习 取得更大进步于成就的 都说人怕出名出怕状 人天生就是有嫉妒心理的 如果不能够 以一种为人喝彩的方式 去看待他人的成功 那么往往就会容易 下意识地认为 别人的成功是投机虚效的 继而谣言八卦满天飞 但无论如何 诋毁他人总是没必要的 不仅显得你凄凉狭小 更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心有不甘 比不过就侮辱他人 四处搬弄是非 这是小人的心情 这只会更加拉低你的素质 与你改变现状 无任何益处 除了不诋毁他人 理性看待别人的成功之外 我们面对他人的诋毁时 也要用一种理性的方式 去思考 千万不要冲动行事 或者由此就记恨在心 这只会绑架自己的快乐与幸福 有些事情我们不必急于意识 因为他需要时间去证实 岁月会给出答案 意识的被人侮辱和诋毁 不用太放在心上 先受着别动气 少争论 最终真相会自己浮出水面 到时候真相打败 没有人会再去狡辩和说你的不好 因为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邪恶终究会在正义面前 摆下阵来 如果你身边有人疯狂嫉妒你 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一件好事 从侧面可以反身出你的优秀 如果你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 必然不会成为他人的眼中定 但是也不必沾沾自细 你若孤步自封 很有可能会被他人取而代之 唯有不断地进步 强大自己 才能够彻底远离那些小人 成为别人望尘莫及的存在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